管内滴滴答答不断渗水 这是斥资80亿打造的故宫南院 世音运才短短一周 外面下雨 里面也跟着渗水渗不停 树立小心地滑的告示 就怕游客滑倒受伤 工作人员找来水桶帮忙接水 号称国际级的展场 工程品质竟然这么热菜 承包工程的营建署却说 谢谢老天爷下这场雨 这样的说法引发外界哗然 不是靠老天爷 是关联是应该受主折 甚至应该负责 听得有点不是很舒服 毕竟是态度的问题 不是说老天爷帮忙 我是说刚好老天下了雨 让我们可以检视 我们的玻璃哪里需要做补墙的 原来工程验收就会需要试水 那刚好下了雨 那这也是一个试水的机会 工程品质出包 外界批评不见官员反省 但官方认为 严者无心听者有意 也强调玻璃帷幕渗水的问题 以及在修复当中 希望外界不要放大解读 严者无心就是因为我们认为 说下了这场雨 是可以帮助我们测试的 那没有其他的衍生的其他的意思 一场大雨让公共南院争议在天一桩 除了渗水问题 先前管区也被质疑 赶工开幕内外入工地 加上蛇兽手也遭人泼击 最近又有人发现 南运对面马路的围墙上 也被喷漆写字 官方已经赶工搭建铁丝网围离 故宫南运风光开幕 但事运运迄今大小状况不断 如今一场雨 又让故宫南运的工程品质 再度被打脸 介绍和王沛如 加一波道